35岁千亿阔态被冲成女神!只要老公爱,公公疼,生多少小孩都不累! 香港豪门阔态真是太多了!前阵子的李嘉欣,郭晶晶都被说了个遍,这次小编就来说说许子齐吧! 相信大家都认识许子齐,1999年在电影《巫人子弟》中饰演教师,那时的她相貌甜美,身材浑辣,成为很多直男心目中的女神。 所以进入娱乐圈,许子齐仍坚持继续学业,17岁时选择了暂临娱乐圈,先是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学院,UCL,攻读学士课程,后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,LSE,学历更是加分,身边自然有不少的富豪小开追求。 和香港富豪二儿子李嘉诚结婚后生活一跃大改变,而她的公公更是大名鼎鼎的香港巨富李赵基,他在富豪榜的地位仅次于李嘉诚,身价近千亿,排在第二。 李赵基,媒体更是赐给了她千亿媳妇的外号,当时传李嘉诚的婚礼据说耗资七亿。 公公李赵基还送了私人游艇和私人飞机给她作为新婚礼物。 那时的徐子齐也才24岁,刚刚毕业就嫁入豪门做阔台,这人生真是开外挂。 她和李赵基也是好闺蜜,结婚生子,都有李赵基的陪伴,两人也都是娱乐圈里公认的美女。 李赵基,徐子齐私照,都嫁作阔台,这两个好闺蜜,一个生了四个孩子,一个生了三个孩子,刚好凑成了葫芦娃。 徐子齐更是一口气生了两男两女,凑成了两个好字。 还人送外号豪门生子机器。 其实嫁入李家之后,徐子齐便开始了三年爆三的疯狂生子计划。 据说刚开始连生二女惹得香港的公公婆婆甚是不高兴,后来追生了两儿子才好些。 徐子齐老公和两女儿,还为小儿子伴拜日宴,花费近两千万,助使能看见李家对男丁的宠爱。 不过李家自身对天丁就是极度重视,不仅是二儿子李家成徐子齐夫妇,李家长子李家杰也为四叔李肇基带来三胞胎男孙。 这也是蛮划的。 长子李家杰为李肇基带来三胞胎男孙。 每次加油喜事,李肇基都重重有赏,出手一次比一次豪。 据媒体统计,李肇基九年天妻的孙子,共发了5200万人民币,约台币2.7亿元,红包。 徐子齐之前生三胎,还得到夫家送三栋豪宅奖励。 八年生四胎的徐子齐实属彪汉,坊间还有传闻今年35岁的她还表示被孕第五胎,真真是够辛苦的,要知道生孩子对女人的身材,容貌有很大的打架。 当初怀第一胎时的徐子齐就已经发浮成这个模样,和之前甜美性感完全沾不到边了。 后面在怀孕,肚皮时大时小,身材也胡胖胡瘦。 对于一个女孩子,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,一直持续这样的状态估计会被产后忧郁症了吧。 但是徐子齐并没有哦,虽然嫁入豪门11年不停歇的生娃,私下和老公的感情却一直的甜如蜜糖,有情饮水宝,为了老公一家多生几个娃算什么。 生日要一起过,老公会买上她最喜欢的蛋糕为她庆生,一个不够要买三个。 两人在院子里甜蜜的吃烤棉花糖,仿佛热恋小情侣。 更有很多媒体把她和郭晶晶相比,同时嫁入豪门,两人的生活状态也完全不同,晶晶是平凡生活朴实温馨,而徐子齐的生活是奢华浪漫又情调,各有各的活法,我们还是别拿来比较为好吧。 吴敏霞,徐子齐,郭晶晶,徐子齐出身小康之家,五岁那年随家人移民澳洲。 小就会当成掌上明竹,知书十里,接受最好的教育,他自己也很努力,读书时一直都是优等生。 十四岁,一模特儿的身份出道,很早就就进入了娱乐圈。 哪怕进入娱乐圈后,也很少有绯闻,一直保持住比较清纯的形象。 不仅受过高等教育,他的身材完美,外形甜美,还有祝温逊的性格和高行商,这些看起来都是豪门媳妇的标准配置。 公公李兆基还多次公开称赞他很乖,很能干,又斯文。 他还会拿钱出来做公益慈善,还曾以首位亚洲赞助人身份,出席救助儿童会活动,和他老公捐出了1600万港元,约台币6200万元,帮助有需要的儿童。 翻翻许子齐的近兆,谁能看得出来他已经35岁,还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呢?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,不就是嫁过去生孩子的吗? 其实并不是,婚后的他真的备受宠爱,生活质量堪比王妃,日常就是手收老公送的法拉利,游艇,偶尔坐私人飞机出去交游,或是约贵妇朋友出来喝个下午茶,老公会带他去参加各种派对,见很多明星,包括被嫂。 但最重要的是,他有美貌,有身材,还有爱他的老公,可爱的孩子和疼他的公公,可以说是非常幸福了。 我以前幼稚不懂事,而李嘉诚大我11岁,学识和见识也比我多,可以教我好多事。 18岁前,自己什么也不懂,去完英国后学会照顾自己,也学会煮饭,也会照顾别人。 现在我明白,恋爱不止好玩,也要付出。 徐子齐真的会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去努力和付出,都说一入豪门深四海,豪门婚姻不是那么好经营的,虽然作为亲密媳妇,荣华富贵想不尽,但若自己不够优秀,也不可能顺利嫁进去,若不懂得经营,也不会长久。 都说一入豪门深四海,虽然作为亲密媳妇,荣华富贵想不尽,但豪门婚姻不是那么好经营的,我们看看就好吧。